美国媒体近日报道 据家属4月30号透露 波音公司供应商 士比瑞航空系统公司的一名前质检员 因为突发疾病去世 终年45岁 这名前质检员名叫乔舒亚迪恩 他生前指责士比瑞公司 忽视波音737 MAX飞机生产中的缺陷 乔舒亚迪恩也成为近期第二名 被发现突然死亡的波音安全问题举报人